应该接受这个project 相反如果是小过0就不做了 讲到NPV 我们可以回到刚才那里 讲到我们有两个问号未解释的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有些cost就是project specific的financing cost 我们不需要考虑一个cash flow 为什么呢 其实那个成本在discount位已经考虑了 就是譬如我如果借钱是7%做这个project 那我就会用7%做discount位 那变成了呢 今天的100元呢 其实代表我是借100元来做生意 将来要还107元的 所以discount位已经考虑了这个 的利息成本就不需要压外在cash flow考虑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考虑cash opportunity cost 意思就是说 刚才讲过了 我们的钱其实不只是在银行拿利息的 那也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门路做生意 有9%的回报 OK 那我们就选到最高的一个作为我们 用了一笔钱出去做这个project的时候 放弃了这个机会的成本 OK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那第二个方法我们决定做不做project呢 我叫internal range of return的 那这个很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有个project 那我们知道计算过net present value的时候呢 就是怎样的 就将所有cash flow OK 全部呢 转回discount做今天的value 那第一年cash flow呢 就除回一家的discount rate 第二年又除回一家的discount rate的square OK 如此类推 那这个internal range of return的意思就是说 刚才呢 我们就会把cost capital 代入这个discount rate的 现在的discount rate呢 就留空它 我们不定它 我们呢 叫它叫做internal range of return 或者IR OK 那我们就选到一个discount rate呢 令到计算出来的MPV呢 Exactly呢 就会等于零的 Exactly等于零 OK 所以你看到呢 Internal range of return is a discount rate 选了这个discount rate 选到一个level呢 它会令到呢 PV of project cash flow呢 就是MPV等于零 MPV等于零的意思就是说呢 PV of project cash flow 就是这些将来的 cash flow 的present value 就是discount回来的value 会等于呢 它最初的那个成本 就是呢 CF零 CF零就是最初的成本来的 那举例了 我们刚才的例子是什么呢 成本CF零呢 就是负100啦 OK 那我们之后 cash flow就是25 50和75 OK 那呢 那 那 Internal range of return 如果要计算的时候呢 就要用个financial calculator 计算一下 那如果是真正上课的时候 一开始计算 quantitative method 那时候会讲了的 那不要紧要 这里我们不讲 怎么按机计啦 那我们先看它意思是什么 那其实你计算出来 也计算到 Internal range of return是19.4%的 那刚才说过了 计算到19.4% 意思就是说 如果用19.4%做个discount rate的时候 OK 将 cash flow discount 那计算出来的mpv 就会等于零的 OK 那如果你真的用19.4% 作为个discount的时候 你会发觉了 第一年就不用discount了 零的时候不用discount 就是现在的value了 第一年就要discount多少次 一次了 一次了是不是 所以就1加19.4% 第二年如果discount rate 就是19.4% 就是除19.4%的square 第三年就是除3次了 1加19.4%的三次方 那你discount完之后就是旁边的value来的 所以用19.4%discount完之后 再加上数 你会发觉 exactly就是等于零 所以我知道 19.4% 就真的 如果用这个discount rate的时候 我的mpv真的是零 那就是证明这个19.4% 就真的是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OK 但是计算是这样计算的 那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这样 如果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是等于19.4% imply我的mpv是等于零 首先mpv等于零 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就是没有事 我们的意思就是 我们叫break even 是不是在打和 这个叫break even 就是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是19.4%的时候 我们就打和 那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是什么来的 是作为discount rate 那么discount rate是什么来的 discount rate就是cost of capital 是不是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那个cost of capital 等于19.4%的时候 等于19.4%的时候 我的project就会break even 就刚刚打和 那意思就是什么 在什么情况之下回来 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借资金回来 用19.4%的利息借资金回来 最后我的project会打和的 就是我project的回报都是19.4% 是不是 刚才我说过了 MPV等于0的意思就是打和 打和就是说你的回报 和我资金的成本一样 是不是 那如果呢 我的cost of capital是19.4% 的时候 是不是 而我MPV就是0了 那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回报都是19.4 是不是 是不是 回报跟成本一样 那就打和了 OK 所以这里说了 在4日2 我说 其实Internal Rate Return 计算出来就是 project expected return 就是这个意思 OK 我计算到Internal Rate Return 就是知道 project的内在回报是多少 我知道它的内在回报是19.4% 那我如何决定 做不做project呢 就过两张sign在这里说了 计算法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发现过 Internal Rate Return 是大过我真的出去借钱的成本 就是譬如我们现在的例子 我计算到Internal Rate Return 是19.4% 就是它的project的回报是19.4% 那如果我出去借钱做这个project 是10%的时候 的利息 那我做不做这个project 就做了 是不是 因为它回报大过我的成本 所以这个大过这个就是 就是计算到计算到的project 反过来 就是回报小过的成本 那我就不做个project OK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下面这些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因为其实数学上 就是 如果Internal Rate Return 大个cost of capital 其实就是代表NPV大过0 所以两个利用NPV和Internal Rate Return 一般情况之下 结果都会一样的 OK 那我们讲完这个concept 我们就跳去先看看 看一些题目先 看看我们吸收了刚才那些多少 在后面 Patties Question 那部分 我先看第一个question 第一个question 就说 现在有些公司 就决定有一个新project 做还是不做 那它说 留意字眼 但是 公司的least likely 是consider以下哪一个factor 就是最不会考虑的factor 就是最不是应该要考虑的 第一就是说 其实这个project 是做了之后 就会有些cost saving 的 就是譬如说 我们就会买了一些 你刚才说过的 那些货车 比较环保 省有些有钱 OK 那这个cost saving 的银码大小 我考不考虑做不做这个project 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考虑project的时候 是取决于什么的 project的cash flow 是不是 所以理论上 任何东西影响到project的cash flow 都影响到我决定做不做它 那将来这个project 比如买一个新机器 cost saving有多大 影响我将来cash flow 影响吧 如果cost saving大一点 我将来有钱给出去少一点 是不是 所以这个其实影响到cash flow 所以影响到cash flow 我们应该考虑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考虑 B 就是current market value 任何equipment to be replaced 意思就是说 我有个机器用旧了 譬如有个车用 就是 用了十年了 走不了了 那你走不了 你的车当费铁卖 它都会有些钱收的 是不是 那他就说 这个被replace的equipment 好像卖了这个旧的车 收回来的钱 那个市值 是应不应该考虑的 应不应该考虑 要了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 任何东西影响到cash flow 我们都应该考虑的 那其实 我们要卖出这个旧的机器 那个市值 高低就影响到 将来收到cash flow 如果这个卖出去的机器 旧的机器的市值 价钱是高一点的 那卖出去的时候 收的钱就多一点 cash flow就多一点 它是便宜一点的 收到cash flow就少一点 所以影响cash flow 所以我们都应该考虑 c就是pvious expendi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market has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of project 就是这个project 你不知道可行性行不行的 那你先用个可行性的研究 那你之前就给了一些费用出去 那你发现的project是可行的 再决定做不做它 那之前给出去的可行性 研究的费用 应不应该考虑 不应该 为什么 新cost 没错了 刚才说的新cost 那应该不应该考虑 那所以呢 最不应该考虑就是c ok 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二条 第二条 就是关于internal rate of return 这个question是这样的 它假设caprin 现在就买一个新的 影印机 这个影印机的费用就是4974 ok 然后就用这个机 就买一些影印的service 给一些学生 那它假设呢 这些影印service 在跟着三年呢 都可以generate到以下的费用 就是收入 那它问我们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是多少 ok 那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是什么来的 就是说 如果用这个Internal rate 作为discount rate的时候 我计出来NPV等于0 是不是 那这个projectNPV是多少 就是将每期cash flow 折扣回今天 那首先呢 现在要拿4974出来 是不是 这个-4974 那然后呢 再加上呢 接着收到cash flow 那一年之后收到cash flow 是3000元 那因为一年之后 才收到discount一次 是不是 discount呢 就要用Internal rate of return 那然后呢 再加上呢 第二年收到cash flow 那它呢 就是两年的cash flow 很想要discount两次了 那然后呢 就是第三年cash flow呢 我们要discount它三次 那理论上呢 我们就有三个choice 12和1721 那我们呢 就每个试试 代下去这个Internal rate of return 代了多一个 answer下去 然后计出来的NPV等于0的时候呢 多一个就是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对不对 那理论上 如果你代了下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呢 答案就是这样的 如果代了12%呢 NPV呢 就是723 如果代了17%呢 NPV就是300 代了21%下去呢 它的NPV就是0 所以代了12%的NPV 所以代了下去之后呢 你发觉呢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应该是C的 那你考试得分半钟啦 你代了三个下去 都很浪费时间啦 是不是 有没有办法快点呢 有没有办法快点 有没有办法快点 我先试中间那个 计到它17% 那呢 先试中间那个 代了17%下去 计到NPV是300 那它不是0 即是它不是Internal rate of return OK 那我知道17%不是答案了 那其实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应该是高过它 还是低过它 我们真正的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应该计出来 NPV等于0 那现在如果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是17%的时候呢 它就是300 即是这个数太大了 这个数要下来0 那我这个Internal rate of return 是选高一点 它会下来 还是选低一点 它会下来 高一点啦 所以17%不对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一定高过它 即是答案是21 是不是 即是有些方法 就可以快点 特别是你分半钟做一题的时候 OK 那后面的solution 那我的part